你这戒指哪儿来的 我的 凭什么说是你的 我捡的就是我的 你干嘛 你干嘛 把我的戒指还给我 你干嘛呀你 今天你有点不一样啊 竟然会跟我一起做热气球 正因为你喜欢 所以我才陪你做 那我喜欢什么 你都会陪我做吗 那当然了 但前提条件是 你得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去猜 这 这个戒指呢 叫真爱 据说只有真爱降临 它才会紧紧套住 对方的手指 芸汐 嫁给我 那你也得 套在我手上才能证明啊 芸汐 你先别管戒指吧 抱紧我 你先别管戒指吧 怎么了 这根气流声断了 快了 郑主 快看你家热气球 热气球 出事了 哇哦 看起来好像很值钱的样子 你 是你 站住 你这个骗子 你竟然写假的欠条骗我 现在就还钱赶紧的 忘记告诉大伟了 我给你的欠条是真的 手机号也是真的 我只是没跟那个手机的主人说而已 他会把钱给你的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 要不是因为你的言而无信 我早就把我妈的钢琴买回来了 你先把手放了 你还钱我就放手 还钱 放开 不放 你别动啊 喂 盛哲 热气球掉在了海边 人应该没什么事吧 这热气球是你们家的呀 挂了 我家是有热气球 全岛仅此一家 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快还钱 你知不知道他差点害死我呀 你不会已经做过了吧 是 我不止做过 还从上面掉下来了 像你们这样没有检查好热气球 就让客人乘坐 你们的行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那不只是个意外吗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没什么事吗 大不了我把钱特给你就是了 你还欠我八千五百块呢 你还欠我八千五百块呢 大哥 有话好好说吗 我不都说了吗 把钱推给你 五百 五百块不够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 为了钱一点底线都没有 不要脸的明明是你 我好心就你给你衣服穿 你竟然写假的号码骗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不会痛吗你 再说了 我们家热气球可 从来没有出过故障 因为你一上去就出事 是不是你故意把激流绳弄坏 出了事好敲诈我呀 你说 到底是谁为了钱 一点底线都没有 你说 你这戒指哪儿来的 我的 凭什么说是你的 我捡的就是我的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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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戒指还给我 你干嘛呀你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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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抢劫呀你 你竟然喜欢就留着吧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碰过的东西 尤其是你 尤其是你 你这个骗子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气死我了